大家好,进入春天呢,是这个兰花呢,开始长叶开花的时候 部分兰花它这个时候是处于这个触芽的阶段 但是有一部分兰花呢,它这个时候正是花芽分化开花的阶段 那么我们如何触芽开花呢 其实触芽和开花它的养护方法呢,是不同的 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区分一下 一个就是养护环境呢,是有差别的 如果是要长新芽的话呢,我们就要把它放在通风阴阳的地方 这样呢,更利于它长出更多新芽 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开花的话呢 在花芽分化期,我们是要给它了多一点光照的 这样呢,才更利于它花芽分化和开花 那么第二个就是浇水方式的不同 花长新芽呢,它对土壤的要求啊,是非常的高的 一定要让盆土啊,处于这种润而不湿的状态 这样呢,才更利于它长出新芽 但是如果是开花的话 我们呢,就一定要处于这种偏干的养护 这样呢,更利于它花芽分化 盆土里面的营养的浓度非常的高 就会呢,促进它长出更多的花芽 那么它就会开花了 第三点就是施肥方式的不同 如果想长新芽呀,我们就要给它呢 施一些淡甲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啊,有机养叶 但是呢,如果你想让它开花 我们就要给它施一些淋甲含量特别高的肥料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用花多多二号这种吹花肥 然后将它稀释1000倍啊,喷洒叶片就可以了 因为在它花芽分化期呢,我们是要稍微给它控水 给它偏干养护的 就最好了,不要直接浇灌 如果你要浇灌的话呢,是在要浇水的时候要浇灌 这样呢,才最合适 所以呢,给兰花呀,长芽和吹花的方式是不同的 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然后呢,做好不同的养护工作 这样呢,兰花呀,长芽,吹花都是非常简单,非常方便的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